我们在打排位时一定会有一些你超级无敌不想看到的英雄 尤其是不想看到出现在我方阵营 这类英雄显著的特征是看上去很强 但在几方阵容出现 往往表现的像踢款机 堪称队友恶梦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些英雄都是谁 TOP3 韩信 韩信在游戏里属于浑身位移技能的英雄 三段长距离位移打不过随时能跑 操作上线下线双高的他 是大多数玩家都不愿意在排位中看到的 对面的韩信顺风秒人 万发从中过片涅不沾身 我方的韩信却将三段位移变成了逃生绝技 不是在逃命就是在逃命的路上 多数时候几方逆风时 你期待韩信利用位移多的特性带线运营 但他往往会给你一巴掌不存在的 TOP2 摇 软夫本身就容易遭到队友的嫌弃 技能机智的特殊 让游这位英雄可以随时选择挂机 不少玩家表示 玩游的时候 不是能够出去泡杯茶喝 同样 这个最怕队友选出来的英雄 在对面出现却很让人头疼 李白配游的三段控制 根本逃都逃不掉 更让人恶心的是 当你快要击杀残血的时候 突然一只游骑在残血敌人头上 给整活了 气得不行 在己方的游 要么就整局挂机连体硬恶心 连体腰更可恶 TOP1 打己 打己作为王者荣耀元老英雄 技能机智简单 控制AOE单体爆发技能 简单好理解 不少人都被对面蹲草的打己恶心过 哪怕对面打己不能秒人 也算做战略性武器了 一个人拼掉对面武剑魔女 我方打己 秒不了人 出双急速靴当体管机 在排位时 我们会比匹配是更在意输赢 而有些英雄 队友选出来就感觉要输 你最怕队友选什么英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